你真打算修长假 林昊这事突然人间蒸发 根本找不到的 就无法证明我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继续留下来只会迎来更多敌意 都是我不好 是我害了你 傻瓜 如果背后真的是学龄才高贵 那应该是我害了你 我没什么 大不了我就重新找工作 可是 可是你失去的太多了 我就不能重新找工作 你为了塞道的算法 努力了那么多年 如果你现在离开公司了 那个算法是不是就跟你毫无关系了 你怎么知道的 谁告诉你的 我之前就听说过一点 这个算法是我的毕业课题 但是我很快就知道 它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功臣 成功研发的概率不到百分之五 光靠我自己一个人的能力 就算花上十年二十年都不可能完成 这个时候SG向我抛出了橄榄枝 说会无调劲支持我 对我唯一的要求 就是入职SG 那SG对你来说是治愈治愈 算是吧 所以你才没有跟林薇一起去美国 当时我的想法 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 如果我这时候去了美国 我在几年内无法获得 相同的资源与空间 所以无论是为了我的研发 还是为了报答SG对我的信任 我都应该留下 现在大环境已经变了 现在大环境已经变了 很多人都喜欢你这个算法 你马上就要成功了 可是现在却被冤枉 怎么会变成这样 恐怕这个算法 才是董事会让我休假的真正原因 公司已经投入了五年 却始终没有变现 董事会的很多人都已经等不及了 上次我去美国参加论坛 就是为了这个算法造势 他们希望我尽早把它卖掉 你不愿意卖 那你就更不应该休假了 万一 其实这些年 也一直是董事长在默默支持我 但是最近我感觉他的压力好大 想法也逐渐在改变 现在又出了这件事 如果我继续刺坎给他施压 可能会适得其反 但如果我后退一步 也许会有转机 既然这样的话 我是不会离开的 你休假是为了顾全大局 如果我也辞职的话 那就证明 真的是我们向李浩写的命 我不会这么认输的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 是吧 可是 有你一个人在公司 会很难的 我坚持得住 为了你 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 许总统 许总统已经走了 嗯 那是董事会的决定 我无权干预 但我说过 我不会让任何一个运营部的人 被黑过 所以只要我在 他们没法随意开除你 但如果 你想辞职的话 我也可以理解 我不会辞职的 我希望你能想清楚 你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公司已经不信任你了 你留下来 不但得不到任何发展的空间 而且一旦出了什么差错 被开除的话 可能以后你在这个行业 都很难继续发展下去 为了争一口气 值得吗 值得 他一定要ân藏 那我必须要必须要求 如果必须要救护我 谢谢你 我是一个决定的 我们能够不顾着你 谢谢林总监 林薇是个女强人 在美国那么多年 之所以回国 就是因为在国内 可以拿到更高的身价 可是她现在竟然接受了 SG运营总监这么低的职位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SG有比职位 更重要的东西 对于她来说 清理就是最大的错 谢谢你肯见我 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客气 当初把我堵在厕所 让我听她说话的小女孩 上哪儿去了 那时候觉得 只要努力就会有成果 现在开始患得患失 这人哪就不能谈恋爱 一旦谈了恋爱啊 整个人的缺点就暴露无遗 怎么了 开始怀疑林薇了 你怎么知道 坐 你如果怀疑别人 就会去找许诚意 只有林薇不一样 因为你不想在 没有十足地把握之前 在许诚意的面前 说她前女友的坏话 对吧 嗯 说说 为什么怀疑她 是你最开始跟我说的 她一定另有所图 但你并不相信 嗯 然后就是林皓那件事 如果没有人帮她的话 她自己不可能做到的 这件事情 许诚意是明白的吧 许诚意 怀疑的是薛宁 薛宁跟着她这么多年 她 因为薛宁之前陷害过我 所以许诚意 对她已经完全不信任了 没错 无论是用户资料泄露的事 还是方案泄露的事 薛宁都可能办到 但薛宁跟韩爽 确实没有什么交集 对 韩爽她是我的朋友 这个我知道 你继续说 薛宁不应该知道 韩爽手机里 会有那段视频 还有一点最重要 偷韩爽视频的人 同时也陷害了我 而韩爽是通过 林薇的提示 才开始怀疑我的 虽然她提示得很巧妙 单独看来 没有什么可疑的 但是 如果没有林薇的提示 韩爽她这辈子 也不会怀疑到我头上的 但是林薇会说 这一切只是巧合而已 即使她不提示 那个人也会用 其他方法来达到目的 对 所以证据还不够充分 但是你还是怀疑林薇 而不是薛宁 我跟薛宁共事了那么久 虽然她一直针对我 但 她是个直来直去的人 就连之前陷害我的方式 都十分直接 这样一环扣一环的计谋 不像是她做出来的 反而是林薇 她虽然表面上 对每个人都很友好 但我总觉得 自己看不透她的心思 我对林薇也只是怀疑而已 所以想过来 问问你的意见 肯定是林薇 她为什么这么做 想抢回许承意 林薇这么做的目的 可不仅仅是因为感情 那她是为什么 那她是为什么 肯定是林薇 她为什么这么做 想抢回许承意 你现在已经放松了警惕 这一点 她已经做得很成功了 夏衍 网上都在说 这事是林皓干的 你信吗 不是她还能有谁啊 我早就说过 她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还不信 你看吧 那网上也有说 是许承意让她干的呢 网上还说是 下言泄露给她的呢 可能吗 我的意思是 你网上的话不能信 你不是现在还要骗自己 还要维护她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蕾说得对 网上的话确实不能信 现在真相到底是怎么样 还不能下结论呢 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如果跟她没有关系 她干吗躲起来 你先别急 我不是说跟她无关 我就是想不明白 她是怎么牵扯进来的 对了 夏衍 我突然想起来了 之前你的电脑 不是被黑了吗 你是说 婚礼视频的那件事 对啊 既然黑了你的电脑 肯定能看到 里面的资料啊 就是林皓 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 林皓知道 我喜欢过许承意 最恨我的人也是她 婚礼商他还出现过 肯定是他干的呀